Google的員工一直在幫大家想辦法 讓工作變得更輕鬆 但如今卻有數百名的Google員工 將失去工作 根據路透社報導 Google這波裁員 涉及的部門有智慧型個人助理 和虛擬實境硬體部門 華爾街日報分析 Google正持續削減之初 設法將資源轉移到AI開發領域 Google聲明指出 公司正協助這些員工 在內部尋找其他職位 因此確切裁員規模和範圍 還無法確定 全球最近掀起裁員潮 美國科技巨頭亞馬遜裁員 行動再次擴大 這回大刀砍向影視娛樂部門 亞馬遜旗下遊戲實況平台 Twitch宣布 將裁員500人 占公司員工總數的三分之一 儘管Twitch深受玩家歡迎 公司仍然面臨財務困境 而迪士尼公司旗下皮克斯動畫 以玩具總動員和海底總動員 等電影系列而聞名 如今也傳出可能裁員 將原本一千三百人的團隊 縮減到一千人以下 規模可能高達百分之二十 今新聞曾經為蔡熊滿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